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RXXXX 今天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较好玩的玩具 就是他的 一个小包子 他是蛮轻快的 我们把它拆开 看到没有 复仇的联盟战队 这是一款飞碟枪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泡沫枪来着的 结果他不是 这是一个枪体 然后这边有八个小飞盘 我们把它给打开 八个小飞碟 然后每个小飞碟上面一个人物 这个是蜘蛛侠 绿色的就是绿巨人 这两个也是钢铁枪 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飞碟枪了 前面 这个嘴上 这个小飞盘 就从这里面再给飞出来 然后上面 然后一个盖 然后这个飞碟呢 大概就这样塞进去 然后正面 这个扳机 按住的形象 然后每按一下 它就扒一下 它不像这个我们军事玩的这个玩具枪 这样拉一下 这个不需要的 看它这个说明 直接塞进去 然后直接可以发射了 这个还比较便捷的 然后把这个八个 放进去 八片 刚刚好 刚刚好到这个位置 好 好 这个 鸡蛋市场头 看一下 近距离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样子 前面 看到没有 这是我摆了一排核桃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威力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威力 看一下前面我又加了两盆水 然后试一下这个威力 这个威力当事了一下 好像不行 刷一刻 开始 下面来试完最后一次 继续 今天这样的一个复仇者联盟这款飞铁箱 就测试完了 这个摄铁箱里 还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它是个威力 发射器的程度也不行 只能摄个大概有一米多 五岁以下小孩的玩具就行了 如果是十几岁的 那就不要去尝试了 没什么意思的 今天的视频在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